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四分钟就会有一个人罹患癌症 到底离癌的生活 知道你不经意的 这个意外闯进你的人生的时候 会发生哪些的变化呢 要如何能够一起跟这个病魔共存 战胜它呢 马上来听听看我们来宾们 真诚地分享了 好 第一位就是我们艺人汪建宁 欢迎建宁哥 嗨 建宁 欢迎欢迎 嗨 大家好 好 艺人顾杰欢迎 哈啰 好久不见 大家好 好 我们医药记者素卿欢迎 大家好 临床心理师培育欢迎 大家好 好 我想先问 因为在台湾真的 罹患癌症人非常的多 纹癌色变 面对癌症来袭 你是非常的乐观 你觉得你可以勇敢对抗病魔 幫我举绿牌好不好 你觉得你内心常常就是 非常的无力 被这种无力感 深深笼罩的举红牌 请举牌 都有 因为我应该说 那个前面跟后面 那个心情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对 我觉得因为我们是看你的报导 当时差不多七月份 说你是肺腺癌 第四期 对 来得很快 当时怎么发现的 当时 因为我喜欢运动 对 我非常爱运动 对 你本来很健康 都打篮球 打棒球 然后那一段时间 就是去年十一月底的时候 我就背就痛 那男生一定很贴词 就告诉我自己 一定是我哪里肌肉酸痛 或者是我运动伤害 救急复发什么之类的 一直到一直痛痛 那个背痛到 反正贴什么都没用 喷什么 这个一条根什么 那个都没用 一直到两个手开始神经痛 我才觉得不对 这个应该不是一般的 一般的运动伤害或者是什么 然后我就去 就去检查 检查 然后一照就发现 已经那个时候 一照的时候 颈椎已经有了 然后脑里面也有了 已经扩散到其他地方了 所以之前完全没有发现 对 所以那一段时间是 是红牌 是非常红牌 我一直 我整个 我 我没有 我没有告诉我自己 我怎么办或者什么 我没有心情去想这些东西 一直到所有的检查都做完了 MRI什么 统统都做完以后 我才忍不住 我才问医生说 你可以被坦白告诉我 严不严重 他非常 因为那个医生 舒心认识 很好 他跟我讲说 建民哥 很严重 很严重 他跟我说 我们不要去想这些东西 接下来应该要怎么治疗 我们就来安排 就来面对 对 那么琴琴琴 因为是你本身 其实不抽烟的吗 我不烟不久 对 你到现在已经做了至少 九次的化疗 报受十二公斤 这段时间身心真的饱受煎熬 我刚刚录影前才在跟苏星讲 很难受 我们以前常常录影碰到 我后来都不接通告 因为我一直到 其实我一直到六月份七月份 我才比较勇敢地去 站在镜子前面 我不太敢 看自己 不太想去接受那个样子的我 因为整个是 那个一看就知道 你怎么了 就是一般的人看到 因为已经受到那个是 那个剩下眼窝 然后 那个很 因为一发现就这么严重了 你没有办法去 用什么样的心情 用什么样的话去形容 你没有办法 我坦白说 最糟糕的就是 那段时间就是 就是 刚开始接受治疗那段时间 我就 我想怎么样才能够结束这一切 就是最糟糕的状况是这个 现这个样子 因为本来那么健康 而且加上自己个性的关系 我也不想要去 让大家知道 我生了这么严重的病 然后 就是 就是打杯琴牌或者什么 所以我就干脆 连任何通告我都不接 这个是化疗 化疗等于是 都掉光光了 全部都掉光光了 后来 后来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长 也长出来了 对 只剩下后面 还有一块 还有一小块 那这个就 这个就刚刚跟 临床医师跟素心疗 这个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自己的肿疗 肿瘤的医师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就是化疗 我全身都这样子 对 全身都这样子 过敏 起红疹 然后痒 然后 好了以后都没有了 就都好了 可是 就变成像这样子 反黑 对 超会打这样子 这个都这样子 可是我一直 我一直怀疑这个是电疗的关系 对 可是我电疗的一 你电疗才多次 六十几次了 总共要做七十五次 总共要七十五次 那我电疗的 那个放射师跟我说 现在电疗不太有 不太有这些不好的状况 就是不会有那么多后遗症 所以可能是 刚刚素心有讲 有稍微帮我解惑一下 他觉得是我自己体质的关系 每个反应可能不太一样 对 因为肿瘤师跟电疗师都说 没有见过这样子的情况 他们没有看过 我觉得体型还是很好 但体重其实瘦了好多 瘦很多 你看我牛仔裤就知道了 瘦非常多 我现在已经好非常多了 我三月四月的时候 我是根本 完全没办法见人的 那个状态是糟糕透了 那现在的饮食生活上 现在因为 我的肿瘤科医生 给我一个很特别的观念 一开始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 天啊 是不是因为 是不是因为我严重到差不多了 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汪先生 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不要避讳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想说完了 我是不是差不多了 可是错 现在就是要这样子 补充营养 就是要这样子 这个数据一定最懂 你就是不要避讳 能吃就吃 对 你才有 我上个礼拜才输血 我血红素到六点三 六点三是 对啊 六点 很低啊 正常是十二到十四 太低了 非常低 我想上个礼拜 礼拜五的时候 才输了两代血 所以像全面补充营养 对 因为我化疗的时候 我几乎是没有味觉的 然后吞也很难过 可是我的肿瘤是跟我说 他说健民哥你不能这样子 他说你必须要习惯他 这个习惯他太重要了 你就是吃 你一定要硬逼着自己吃 现在不是想要是需要 对 那都吃得下去吗 就是逼自己 逼到现在我OK 我都OK 叫我吃什么我都OK 只是比较惨的是 味觉还是没那么好 对 还是没有那么的 不像正常的那个 当然 还在生病当中 刚开始的时候严重 会挑食 因为你很多东西 你吃的都没有感觉 不够咸 不够甜 不够辣 你就会吃选重口味 那现在慢慢慢慢 已经习惯好了 对 所以素卿像这种情况 就是想吃什么 就用力吃什么吗 是 我印象中之前 有一个观众朋友 写信到我的粉丝也 他就说 我昨天在跟我姐姐吵架 因为他明明就是癌症 但是在治疗期间 可是呢 他每次回来 我们给他准备的东西都不吃 他就爱吃那些加工食品 可是加工食品很不健康啊 你告诉我要怎么跟我姐姐讲 我说 你不用管加工食品 你健不健康 既然你姐姐愿意吃的东西 你就给他吃 因为他需要的就是能量 需要的就是营养 你管他是不是加工 你只要注意一件事情 比如说如果健民哥 他在做化疗的时间 他如果白血球 不是那么高的时候 就不要吃生的就好了 其他都可以 所以不要再去管他 我都说真的他在管他说 这是加工食品 他也吃贡丸 贡丸不是不好吗 我说贡丸也很好 吃得下去就好 真的 可以吞下去吃下去 心酸就好了 对 让他心情好 让他营养够 热量够 他才有体力去 去对抗这些疾病 对 那自己聊到现在情况 好转一些了 医生跟我非常非常 上上禮拜他是 他是笑蜜蜜地跟我说 他说健民哥太棒了 他说我们化疗跟电疗的结果 比我义气好非常多 我本来将近九公分的 在幼肺片里面 现在不到三公分 他其实有一点吓到 很好 怎么会 效果会这么好 可是现在又麻烦 因为扩散到脑里面的 脑里面的那两颗 它会异常地放电 那我会不自觉地走路会偏 因为压到神经 对 那我必须要每天要吞内固醇 如果我没有吞内固醇的话 它就会 我就是会这样子 我明明 明明我现在要跟清姨讲话 对不对 可是我走过你了以后 我才发现 我怎么超过你了 所以我每天要吞一颗内固醇 更麻烦的是 那两颗在接受化疗的 尤其是艾琳达 它会异常地放电 它异常地放电 它异常地放电 你超内行 真的 所以我一天要吞一颗 内固醇的药 然后四颗抗天咸的药 这还不能减量 还不能不吞 因为如果减量或者是不吞的话 随时都会有 随时都会有天咸的危险 这两个反而比较麻烦 一定要按此吃 对 要先把自己现在的这个 他现在许非不说 他们对这个肺里面 这一个反而很有信心 他们觉得应该会 应该会消到一个 消到一个程度以后 就不需要再化疗了 就追踪就好了 很好耶 为你开心 这个比预期来得好很多 我也要谢谢你们 那新闻报了以后 你们是我接的第一个通告 那个初心大概了解我一点 因为我自己的西装衬衫 因为我以前拍 台湾连事业演警察的时候 我很爱穿西装 那其实这一年来 我几乎都没去动打 因为我不知道 我还能不能穿 我也没有时间穿 我也没有办法再穿 一直到我答应你们 要上你们的通告 我才把那个衣柜打开 我要穿 我要选 我要上节目的衣服 所以我蛮感谢你们的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 一直到这个 我觉得动力 我觉得是动力 要不然其实我每天 都死气沉沉的 就是我这一段 就脾气也好 或者我非常讨厌 听到人家说 建民哥 你有没有好一点 你只要接受化疗 或者是电疗的 你特别是化疗 你每天都在受折磨 你每天都在跟 你的精神对抗 你要怎么样明天 有体力 然后要吃什么样的药 或是我一天要吞十几颗的药 怎么可能好一点了 我宁可你跟我说 建民哥加油 建民哥你辛苦了 听到了 不要再亂问问题了 加油 不是 这是经验 这是经验 而且我觉得现在 慢慢地可以开始 你看今天我们第一次 这样录音 对 超讚的 回到工作的状态 我觉得应该会 恢复得更快 那其实离癌的事情 你一度也不想讲 是一个记者朋友 鼓励你说出来的 对 他跟我说 他说 这个有什么好不能讲 你就出来告诉大家 你怎么了 而且如果说 你治疗的过程是好的 这些东西你去分享给大家 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所以我就被他说服 你讲了之后 其实反而有释放的感觉 差很多 对 差很多 要不然其实说真的 要不然就是闷在家里面 真的 因为像你这样子的状态 对 因为你也不能回复人家 朋友也会问 你怎么突然不见了 约你要去吃饭或是干嘛 你总不能每一次 都有不一样的理由吧 我就干脆都不回复 整个新闻出来以后 然后包括我接到你们的电话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节目 我接到你们的电话 我才开始觉得 其实这个东西它 反而让我变得动力 有那个冲劲 有那个活力去跟大家说 我怎么了 去告诉大家 我发生什么事 可以鼓励一些 一样现在可能在 受煎熬中的一些病友 而且可以把原来的衣服 穿回来 我觉得那就是 慢慢要把它自己 回复正轨的一个 很重要的动力 我想问一下裴云 其实生病的人 应该是这个心理状态 怎么样来看 因为他应该是很需要 别人支持他的 但是通常都不想说 我觉得刚才健民哥 做了一个非常棒的示范 就是说 他真的就是把 绝大多数人遇到 可能就是重大生命的创伤 或是罹癌 罹患重大疾病的时候 可能会有的心路历程 譬如说就是 不想让人家知道 对不对 那可能 不想麻烦别人 不想麻烦别人 而且我觉得这就是 性格当中有体贴成分的人 很容易出现的 也不能说毛病 就是因为体贴 怕自己说了别人 好像就要当那一个 能够安慰你的人 对不对 然后呢 也会觉得说 会不会造成别人的负担 我是不是 就是要开始麻烦别人了 再加上可能以前 自己的表现 或各方面反而是那种 应该是 应该是别人来依赖你的人 我觉得这也是自我 形象的一个认知 很严重失调的状况 而且我觉得 其实刚才建民哥又做一个 很棒的一个提醒 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的人 他比较想要听到的 鼓励或安慰是什么 因为我要强调 每个人不一样 像可能说 你有没有好一点 对啊 每天要吃那么多的药 又要化疗 又要垫疗 怎么会好一点 光是想到 要坚持下去就是一个折磨 那有些人 就像刚才建民哥说 他宁愿听到的是加油 或者是说 就是鼓励他的话 所以我觉得 这里面提醒我们 就是说有些人 比较喜欢就是正向的 一个鼓励 那有些人比较喜欢 温柔的支持 那像我自己 就遇到一些个案 他们就会比较希望 就是说 就是你也不要来 给我加油 也不要鼓励 但是就是可以静静地 陪伴就好了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好意地 为他加油或鼓励 但对方可能会接受到 另外一种压力 就觉得说 我已经很努力撑下去了 光是每天要吃下这么多药 就已经很费力了 我还要加油到哪里去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时候就是 当我们可以更了解 对方他真正的 内心状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更 比较准确地去给予 就是对方需要的一个 安慰支持跟回应 其实有时候 你需要别人帮忙 那别人也非常乐意 帮助你 我觉得这是一个 也是可以共同经验的 一个旅程 我们先进广告 好 顾姐也是突然地闯进你的生活里 你是突然开始去年血变 结果本来以为是内治 后来发现是直肠癌 我一直都有脏气便秘血变 这就变成我的人生三部曲 常常都会这样 对 我血变一年 然后我脏气三十年 便秘二十年 血变一年 然后我血变的时候 我就有送检体去 结果人到上海去玩 北一就打电话给我了 本来我挂号牌一百多号要看报告 他把我排到第一号 还叫我要赶快回来 结果我一看 医生跟我说不太妙 然后就赶快安排我住院做 断层掃描 核磁照影 正式摄影 就确认我 刚开始是跟我說三期 结果其实最后确认是四期 那为什么我要开记者会呢 因为我之前整行呢 就是每天记者 还有我上谈话性的综艺节目 每天都在讲我眼睛几次 鼻子几次 牙齿一次说清楚 对 我干脆就把所有记者 都找来做一次说一说 因为讲话对我们都很好奇 对不对 所以我这个人就是讲求 执行力跟效率的 那我当初听到这个消息 我也是吓一跳 我心里想 我这么健康的人 我上健身房三四年 我做大肠水疗十二年 所以你很照顾肠胃的人 对 我就想说 我这辈子最不可能得到的癌症 就是大肠直肠癌 所以那时候 可是那时候医生叫你 整个检查之后 本来要叫你动手术 但是你第一时间是要去吃饭 就是三天两夜 我先做了断层掃描 喝池噪炎 那一些以后呢 医生本来就要留我了 他跟我說下个礼拜二呢 我们就开刀 我跟他说不行喔 我还有两场饭局 里面有一场 有三十个人的群组 所以呢 我又延了一个礼拜 才去开刀 但这中间 其实我已经很不舒服 就是我整个都堵住了 我吃不下 然后也都 出不来 你的大姐那时候 听到是崩溃的 因为他的男朋友去年 才因为摄护腺癌去世 而且摄护腺癌 他还做到了达文西手术 那个手术很贵 很贵 非常贵 因为那台机器就要一日 非常贵 对 他每次的起跳手术 起跳好像就二十万 然后花了上百万 还是救不回来 那我大姐又很担心 我的那个大残癌的部分 在那个降解场的地方 他怕我要做人工肛口 人工肛门 他觉得那很麻烦 因为他有朋友就是这样 我跟他说你不用担心 我就很仔细地去问了医生 然后在搜索 就乙状结肠跟降结肠之间 所以我的位置是开刀很好的 包括主治医师跟我说 我都不用做化疗 我其实就直接开刀了 那我开刀的效果也很好 到目前为止 我住院了两个礼拜 然后出院以后 我几乎每天精神都很好 然后我的食欲也很好 所以你刚刚在说 你吃不下 因为医生开给我麦格斯 那个喝了以后 食欲超级好的 我今天中午去基隆放学 然后回到家 我还吃饭 又吃香帅玉米蛋糕 又吃熔眼 我吃了一大堆东西 刚刚我朋友开车 带我来的时候 我在车上眼睛都张不开了 太飽了耶 超级困 你要不要再去检查一次 你确定是止伤害吗 很累 但你觉得体力 还是有点变差 就是我去上瑜伽课 大概以前可以做一个钟头 现在大概四十分钟就 体累累了 因为我是第四期 就是因为我已经蔓延到肝了 我的肝长了十颗水泡 就是我住院两个礼拜那时候 第二次我动刀是十个水泡 我电烧 电烧是一根这么长的 然后但已经全部都清除掉了 可是我的癌子数 CEA已经荡到接近正常了 正常是四点七 我现在是四点八七耶 我算很好耶 而且你看我到现在 我头发都没有白头发 那我也没有做化疗 所以我头发也没掉 对 所以眼睛应该是蛮好的 我觉得我的状况非常好 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不认为 我得了癌症 我只是觉得做了一场梦 而且还不是噩梦 真的 我觉得你这样的正能量很好耶 而且我离开以后 我朋友对我都很关心耶 四面八方的爱都涌来 我觉得我好像慈禧太后 好像武则天一样 我要干嘛就干嘛 每个人都听我的话 也不是说 我的朋友不是跟我讲加油 他们是说 要找我吃饭 邀请我吃饭 要不然就是脸书啊 直播啊 就一堆的 你要好好吃 你要好好睡觉 都是安慰这一些的 什么感觉妳还觉得不错 对啊 我觉得离癌很好 对 然后我要开刀之前 我大姐都跟我说 你怕不怕啊 你会不会痛啊 我跟她说不会 我怎么会怕呢 拳马我怎么会痛啊 你一点都不怕啊 不怕 我一天到晚整醒 我怎么会怕啊 很熟悉的感觉 对啊 然后你知道吗 她还一堆自费多体贴 在我的床尾装一台马达 然后穿那个很紧的 类似静脉区这样的袜子 然后再跟我装那个 Anyway就很复杂 还一万五耶 她就会这样 打胖肚 对 和兴气 对 她因为她怕我不能小胖 她想要在介绍什么 SPA下令营的感觉 还不错 服务很收到 我才曉得 现在手术这么幸福 你的内衣大王前夫 有没有关心你 他有赖我 他后来看到我是 别人跟他讲 他自己也都忙到 没有空看新闻 他就赖我说 你要早睡早起 要吃水果 要吃青菜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喜欢吃甜的跟肉 之前都没有联络 很少 你看现在前夫也来关心了 而且还有新男朋友 也出现了 离爱后桃花还开了 我觉得 离爱以后我人缘变很好 不管是男人女人 都很喜欢我 那这个她是怎么出现的 新男朋友 这个要讲吗 对 她是来看你是不是 本来是朋友 对 这个不好说 不好说 反正就现在很开心 所以很体贴 对 就是十一住行 OK 应该很感动吧 患难见真情 刚好现在是一个考验 我开刀前她也去开刀 我也陪她 我是二十八号住院 她二十七号去开 睡眠呼吸中止症 她去做电烧 她出来以后 都BBQ的味道 到现在还没好 我复原的比她还好 所以我觉得我也很照顾她 OK 两个人很好 一起打气 我觉得顾姐 大家看到她 真的因为她有很多朋友 她本身这个非常正能量思考 这个对病情 应该是有很大帮助吧 佩云 心情好真的对于 哪一种的 不健康要复原 我觉得都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不管是 像建民哥还是顾姐 刚才提到的一个案例 你会发现 如果你会发现到说 有人关心你 你就会心情好嘛 对不对 平常可能跟你就是 属于联络的人 突然这时间都涌现出来了 传讯息 约你吃饭或等等 甚至会突然做一些 她以前不太可能 会对你做的举动 因为其实绝大多数 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都有 不如归去的念头 因为实在是太痛苦 跟太绝望了 别人在跟你说 十年后可以怎样 对于所有 在经历的人当中 都觉得你不要跟我说十年 十天我都觉得很久 然后那种就是 你看吧 平常可能已经很久 没见面的一些同学 学生时代的人 突然都冒出来关心你 我觉得那种心中的冲击跟温暖 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会觉得说 我可以再继续试试看 因为也许再生了 几个月半年 我也许真的可以恢复到 比如说 之后的同学会 而不是说 算了我不要再尝试 因为这过程真的很痛苦 好 我们先进广告 好 静明跟你说 妈妈其实是你活下去很重要的动力 当年妈妈离爱的时候 你是天人交战的 是 我跟妈妈 是非常确定是母子 应该是好几辈子的缘 因为我癌症 我后来跟徐北中聊 就是怎么会淹不久 然后怎么会这样子癌症 后来徐北中觉得是家族死 因为我父亲是血癌走的 妈妈淋巴癌 妈妈淋巴癌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亚冬医院的副主任跟我说 汪汪先生不要让你妈妈受苦了 这个十四公分的肿瘤 去割它 去开这个刀 妈妈那时候七十岁了 没有意义 不要让它去挨这一刀 我妈很坚持说你去问主任 你去问她说 开跟不开差在哪里 那主任就说 硬气好的话可以两三年 那如果硬气不好的话 大概半年就走了 那开呢 开他就主任说 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后果怎么样 那其实这件事情 在我心里面其实 一直是一个很大的 纠结点的地方 因为当时我听我妈妈的 就开 妈妈想开 妈妈想开 那就开 结果没有想到她化疗了 总够二十四次 五年以后 我陪她 开刀前她跟我说 她说 她说汪建宁 我告诉你 医生怎么说 我们怎么做 化疗止痛药 什么该吃的吃 你不要去给我找什么中药 不要去给我找什么 秘方或者是什么 就这样子 就听医生的就对了 五年以后 一个癌细胞都没有 完全好了 完全好了 可是问题来了 她开始中风 然后中风 然后失智 所以我一直到现在 我都还觉得 我到底做这个决定 对还是不对 就让她 跟她开刀有关吗 可是我如果不开的话 现在她搞不好 已经离开了 就不用去承受 这些东西了 后面让她去承受 这些东西 她痛苦我也痛苦 尤其是照顾失智的人 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我没有发现她失智之前 我们两个每天在对骂 我去看她 然后陪她吃早餐 然后我才去工作 吃完早餐以后她跟我说 请问一下 你什么时候才要给我吃饭 我说妈 你才刚吃饱 我才刚弄稀饭给你吃 弄馒头给你吃 那多吃一点会怎么样吗 那我不知道 那我觉得不可能 稀饭吃了馒头 也吃了荷包蛋 然后怎么可能还饿 不可能 那她大声我也跟得大声 就这样子来来回回 然后我每次离开 离开的时候我就在车上 我就发呆 我说怎么会这样子 因为比方说我今天去看她 你看 那个看护 她偷我的衣服穿 她说看护偷她的衣服穿 我说怎么可能 那个不可能 我要解 我硬要解释给她听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 怎么跟失智的人相处 后来有一天 那个中山北路 有一家长青角质馆 很老的店 我居然忘了我这个朋友 照顾她爸爸十年失智 她就开始告诉我 我跟你讲 你应该怎么样 你妈妈开始 你妈妈开始 不断地重复某些事情的时候 你去抓她的手 用力抓她的手 或者去抱她 让她忘记她没有吃东西 或者是让她不要以为 她没吃东西或什么 后来我整个抓到方法了 她说她一直跟我讲话 没吃 妈 那个电锅在那边 我在帮你蒸了 她就不讲话了 然后她跟我说 有一天我去看 我去那个机构看她 旁边床的儿子 拿了一串香蕉来给她 给她放在这个桌上 隔一天我又去看我妈 我妈跟我说 那个你妹昨天买的香蕉 你可以吃 后来我整个找对方法了 她那个有一个 跟她同机构的一个阿姨 很爱化妆 每天擦口红 擦指甲油 我妈每天骂她 七十岁的神经病 每天弄成这样子 你看她 我说骂 因为那阿姨很爱唱歌 那个阿姨每天都要唱歌给你们听 那她要表演给你们看 她又不讲话 就后来我整个找到方法以后 我才 我才 就是顺着她跟她聊天 就是跟她 把她 你一定要忘记她曾经 是你非常熟悉的人 因为她失智以后 她所做的事情 她所说的话 完全不是你之前 所想象的那样子 不是原来那个人 完全不是 她有一段时间 中风第一次的 中风第一次 她免疫力系统下降 送去医院 你知道我发现 我居然不认识这个人 她讲话刻薄到 我拍完戏去医院看她 你请这些什么看护 你请这些什么看护 一天两千八百块 她每天 她无时无刻都在看手机 我妈不是这样子的人 她不会讲这种话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她会偷偷告诉我说 要不要换一个看护或什么 然后那个 她是住建保房 隔壁那一个要抽坛 每天要抽坛 很大声喔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病人 她如果关系不好的话 这种病医院还会受吗 我妈妈讲这种话 就是她完全 变了一个人 变了一个人 完全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 可是很心痛的是 我陪她 我陪她化疗 陪她癌症治疗 然后中风 我都没有难过 我完全没有哭或者是什么 因为我从小没有父亲 所以我对她的感情 是非常深厚的 一直到有一天 她很奇怪 机构她喜欢坐在最边边 因为电梯出来 她就看得到我了 我一出电梯 她喜欢坐在那个位置 有一天 有一天我一出来看到她 我整个人头皮发麻 我整个人完全呆在那边了 因为她看到我的笑 是我非常清楚她不认识我了 天啊 她那个笑容是 很明显地告诉我完了 我担心的这一天来了 我走到柜台前面那个 柜台前面有一个看护 我妈妈跟她说 我弟来看我 我一直到那一天 我才整个崩溃 我回到车上我就大哭 就是这样子的 你曾经这样子 这样子的熟悉的人 你要去面对这个事情 她看 因为他们机构知道 我演很多戏 他们都会放我的戏 给他们看 有一天她看着我 我陪她 她看着我 她看着电视说 你看我儿子帅不帅 她回头跟我讲这个话 我 我不知道 就是 我接下来怎么办 我要用什么样的心情 去面对她 包括我现在穿牛仔裤 我的每一件牛仔裤 都是破的 因为她很讨厌 我穿破的牛仔裤 她觉得家里没有钱 买裤子给你穿 所以我想尽办法要 去唤起她的机 你知道吗 因为我父亲 生下我就离开了 从小到大她都会在我面前念叨 你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父亲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 喜欢什么样的打扮 然后那个三月底 我想说 我花一点钱 去把爸爸的墓整理一下 我说妈妈 我把爸爸的墓整理了一下 然后她是毫无反应 她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 从那一天开始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因为连这个都换不起她的 我就觉得不要再做这些 没有意义的东西了 所以你看包括 包括为什么我刚会说 我确定 我非常确定 我们两个是母子 你看包括我癌症 她已经先 她自己先预言了一遍给我看 她自己先五年化疗 然后所以我说 这个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 你怎么去告诉你自己 不要放弃 你知道吗 妈妈那时候好坚强撑过来 太坚强了 真的太坚强 你绝对没办法想象 你知道你每天去化疗 去面对的这些人 没有一个有精神的 没有一个是昂首阔步抬头挺胸的 你每天都是面对这些人 所以刚刚她在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课 真的 能够笑成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 她这一集我觉得用力播 每天播吧 真的 真的 现在可能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没有亲友或者是 现在癌症病患是非常的多 真的很多 是多到你没办法想象的 就是我们要学习 自己去面对 要身边的人陪他们去面对 是我们的人生功课 对 我觉得私自也是现在台湾 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最爱的人不认识我们 这些情况 可以怎么面对佩玉 其实像我之前有服务过 就是台北市更新北市的 那个长照的家庭 就有不少个案 她的爸爸 就是她是十字 然后就是她的儿女 去申请这样的服务 不只是像刚才建民哥讲到 就是说 忘记自己吃过东西 还说你为什么要让我饿肚子 还有一个更心痛的就是 你这辈子 你出生以来最亲的人 他忘记你了 可是可以怎么做 就像我去做那个 去家庭去做这个服务的时候 因为我就会比如说 运用家里面素材 都会有合照 明明儿女也在现场 可能刚好去厨房干嘛 那我就说 你怎么 那里面是什么人 他就说 那我们儿子整回时 他们去哪里去桌 这样子 就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清楚 那可能儿子 他去哪边忙 去厨房忙之类的 没有听到 所以我就会等他儿子 回来的时候 就跟他说 其实你妈妈是记得你的 只是可能不是现在 是过去那个回忆 所以我的角色 就比较 帮助他去找到那个 你们生命之间 其实是还有连结的 然后也要让照顾者觉得说 我持续的照顾 是有意义的 因为其实很多人 我觉得也会一个挣扎 就是说 我如果当初 也许在什么阶段 我选择放手 如何如何的 而有很多很多的自得跟内疚 可是我也不要忘了 就是说其实 也因为爸爸妈妈持续的在 你也会有一种 我还不是一个 已经没有爸爸或妈妈的人 所以我觉得那一个 就是找到那个生命的连结 然后还有活下去的 动力跟希望 是非常重要的 对 真的 这个我非常认同 我妹妹算是跟我一样 就是时时刻刻 是算孝顺 就是陪伴我妈妈也是 没话说的 她说哥你在拍戏 你就不用急着回来 今天我陪妈妈去干嘛 干嘛 她唯一一次生气 她整个发狂 整个爆炸 就是我妈妈刚失智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不知道 她有一天打电话给我 她说汪建民 我没有办法再管你妈了 就把电话挂好 就是因为她跟我妈也是 对骂冲突 她不知道我妈失智 因为爱所以很痛苦 对 变化这么大 所以陪伴讲的超重要 就是生病的人跟 看护者的心情是一样重要的 真的 就是照顾的人 也要更照顾自己的心情 因为其实这两个照顾都很重要 我觉得刚刚讲的 生命的连结 我们就是常提醒自己 不管在什么状态 至少我们还是可以 到现在可以陪伴她 走过人生每个 每个好跟不好的历程 她还在继续当中 先进广告 什么样 Distingu teacher 你给环境吃 靖民哥 你陪妈妈经历过这么很多 病痛跟难关 但你其实还有一位哥哥 这是我最不想聊的 就是 你没有办法想象 我剛剛從剛剛講到現在 她完全沒有參與 完全沒有參與 我媽媽癌症 然後中風 失智 完全沒有參與 有一天發生一件 很好笑的事情 因為現在長照做得非常好 然後媽媽去檢查 然後反正就是社會局批下來 就是媽媽每個月 可以補助將近八千塊 每個月可以補助八千塊 但是兒女都要簽名 因為她有一個門檻 但是你所有的子女都要簽名 然後社會局的人 在跟我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跟我妹就對抗 意思就是誰打這個電話 誰打給她 因為她也要簽 我說我不可能打 那我妹就說 拜託一下汪千禮 八千塊 每個月八千塊補助 很多 你打一下會怎麼樣 我說我不要打 我說我早就把她電話刪除了 我說我不要打 我妹就拿電話起來撥 我就跟她講 說那個社會局要補助 每一個兒子 每一個子女都要簽名 你知道我哥說什麼 說什麼 那你們兩個簽就好了 我妹整個瘋了 我妹整個說 如果不要你簽的話 你覺得我會打給你嗎 很誇張 很難過的是 從小到我媽花在她身上 栽培最多 她大兒子 一直到念正大法律 你看 培養到這個程度 她可以完全 完全不聞不問到現在 就那個類似就沒有再聯絡 就那個長照那個事情以後 就完全就沒再聯絡 心死 心寒 心寒啦 心寒 有一次你大嫂講的話 也讓你覺得很壓不及 那個更那個 我媽媽因為那個時候 她就身體狀況還算OK 有時候去跟我妹住 有時候跟我住 有時候去她那邊住 那去她那邊住 她離家裡慈濟很近 那就想說去慈濟做醫工 去幫忙做回收 有沒有錢不管嘛 反正就去那邊 大嫂居然叫她不要 兩個孫子說 阿嬤回來洗澡以後 你們才能接近她 講這樣子的話 就非常非常難過 就你沒有辦法想像 你在外面跟朋友相處 朋友對你不講義氣 或者是不講人意 有這樣子的家人 朋友算什麼 朋友對你不好 那哪有什麼 有這樣子的 都有這樣子的家人 外面你有什麼好計較的 這也是人生的功課 這方面有時候 只能看開 對 顧潔你生病之後 你的人生觀有沒有一些 轉折轉變 我覺得要活在當下 事實上 我在還沒有進教會 信上帝之前 我出去外面跟朋友吃飯 就會叫一茶你知道嗎 然後信了上帝以後 我就改變所有 待人處事的態度 我現在非常的接地氣 那我現在跟朋友出去 我發覺只要我 很親切地跟每一個人 包括美女都會喜歡我 所以我交了一堆 漂亮的美女朋友 那我還沒有看 講到第三次更誇張 我開記者會是 請記者到家裡來 那天有十個朋友 來我家吃飯 起因是因為有一個 朋友他說他要帶黃金魚子醬 跟頂級香檳來 然後我就找了一堆 女藝人 然後我們就分成客廳一攤 餐廳一攤 嫁了熱炒以後還吃不夠 還叫披薩 可樂還開紅酒白酒 大家 是不是病情說明會嗎 就為了那三顆水泡 所以 我的朋友都不覺得我離愛 然後他們看到我這樣子 都很開心 他們覺得 台灣社會有救了 但我一點不覺得 我在看 因為我沒有做放化療 所以我的體力值就很好 都很好 就這樣 就像我剛剛講 我每天都很開心 真的 這個精神真的值得學習 那剛剛提到有些地方 其實是可以早期發現 早一點發現 真的早一點去到是好很多 所以現在請素請提大家 我們政府有一些 免費的健康檢測 是有幫助的有哪些 對 我們今天剛好談到兩個 是現在國人 最常發生的癌症 一個就是肺癌 一個就是大腸癌 那這兩個癌 其實現在政府都有相關的篩檢的政策 這裡是四癌 其實現在最新是五癌 第五癌就是肺癌的篩檢 肺癌篩檢 我們就是說是低劑量的胸部電腦斷層 那主要的對象就是兩種人 一個剛才建民哥有講 就是其實在臺灣 肺癌家族史是蠻重要的 所以說五十到七十四歲之間 如果說是像父母子女或者兄弟姐妹有肺癌的話 就適合去做這個LDCT 就是政府的對象 另外一個就是抽菸的主 那抽菸就是要抽菸 抽得夠兇的這一群人 他們常常講三十包年 就一天吃一包 你可能抽到三十包 這種很嚴重的重點 然後你戒菸的時間 又不到十五年 那這種就是屬於有重度 菸癮 那他也是政府會補助你去做LDCT 就是低劑量的胸部電腦斷層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要早期發現 早期發現 老實說現在切除之後 效果就蠻好 那另外四個癌 一個是剛才顧及有講的 是大腸 大腸癌的部分 政府提供的叫做糞便前血檢查 就是五十歲到七十四歲之間 那一樣他的檢體就是不用 不用送便便 就是有一個棒棒 還有一個那個小罐罐 你就是抹了之後蓋起來 對 然後如果他發現 你的糞便前血檢查是陽性的 他就會通知你去做大腸劑 來檢查 那另外其他就是像子宮頸癌跟乳癌 那這個部分就是子宮頸癌 就是三十歲以上的婦女 每三年一次抹片檢查 那乳癌就是四十五到六十九 那如果家裡面有乳癌的家族史 就降低到四十歲 每兩年一次的乳房攝影 那有些人如果覺得說 可是我那個乳房攝影 好像怕痛或幹嘛 那也可以兩年當中一年 可能用超音波 就是間接做也是一種方法 那就是不要不做 那最後是口腔癌 其實很重要 因為臺灣的口腔癌患者常常是青壯年 那這個檢查最簡單 這個檢查就是你去那個牙科醫生那邊 然後打開你的嘴巴 他會看看你嘴巴裡面 異常的白點斑點或異常的傷口 那幫你檢查之後 可以早期發現口腔癌 也治療成效很好 這些不要錯過 如果能夠早期發現 其實現在治療的成效 真的很不錯 那即使就是相對發現的時候 比較晚 真的 今天這兩位都是很好的範例 其實現在如果說包括第四期的肺腺癌 或這個我們的大腸癌 他的存活已經比以前都好非常多呢 重點是跟多跟醫生溝通 溝通出最適合你的治療策略 然後就是你能承受的 你覺得你心情上 身體上都能承受的最佳選擇 OK 好 今天真的謝謝兩位 非常勇敢 而且真實正向的分享 我覺得這是我們的生命功課 我們現在可能照顧者 有一天可能會成為被照顧者 不管什麼角色 都要把自己的心先照顧好 那我覺得這個 在生命的歷程當中 我們就是 我相信這吸引力法則 當你有正能量的時候 整個宇宙都會幫你 而且信心會帶來力量 我們跟身邊的人都很有信心 就相信這一趟不容易的生命旅程 可以帶著有挫折 可能也有恩典 會一起來經歷過 謝謝兩位 加油 一定會早日康復 拜拜